新闻一开始首先带您看到 香港雨伞运动进入第22天 今天凌晨 望角示威民众与警方再次爆发冲突 共造成四人受伤 香港明报报道 一批大部分有蒙面、戴口罩、头盔 站在人群最前排的示威者突然发难 要拆开警方的铁码 现场有其他民众要求他们停手但不受理会